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我知道自己被定下亲事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猛的,夜深路重,窗外蛎蛎还在叫着,快到秋天了,蛎蛎大概也只能蹦跶这几天了。 为了赚钱,我跑到山上捉了不少蛎蛎,因着巧手,还编了蛎蛎笼子一起卖给了城里的少爷们。 我捉的蛎蛎个头虽小,却都很凶残,为此,我在顽固圈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结识了不少热衷斗蛎蛎的小爷们。 即便我是个女子,也能舒舒服服地靠卖蛎蛎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 因为我爹摔断了腿,家里的大事小事全落在了后娘和我的身上。 卖蛎蛎的钱,一部分我交给了后娘,一部分我自己攒着,等到冬天,好给自己做一身新棉花的翱子。 那深旧的已经不暖和了,可后娘却告诉我,我要嫁人了。 其实我对嫁人也没什么意见,女人嘛,总要有这一回,你哪怕让我嫁给村头的官夫赵六麻子,那好歹也是个正常男人。 可我要嫁的对象今年只有十岁。 十岁,我不,我倔强地跟后娘对视着,眼神里满是不屈。 后娘微微转过了头,麻木浑浊的眼中带着泪。 她并不是个恶毒的女人,即便后来她生了两个弟弟,对我也向来亲厚,只是这一回,你爹的腿完了。 亲儿,但凡我有一点办法都不会把你嫁给薛家。 他们家急需腊月初九的女孩冲喜,给的钱也多,要不然也找不上咱们家了。 亲儿,娘求你,就当为你爹和两个弟弟考虑一下,今年冬天咱们家粮食都不知道够不够吃,柴火也没人砍,我从哪里抠银子买柴。 恨不能咱们娘几个都饿死冻死吧,我死了不要紧,可是你的弟弟们呢? 他们还小啊,后娘哭得真切,我看着一旁弟弟们傻乎乎的小脸,心中一片茫然。 姐姐不嫁,大宝不饿了,大宝今年八岁,听得懂人话,她明白我不想嫁人,所以养着小脑袋撅着嘴,眼圈红红的。 一旁的二宝才三岁,只知道扯着嗓子哭,别的什么也不会。 还有我爹,躺在炕上重重的叹气。 卖曲曲的钱,刚把给爹治病欠的钱还上,大宝二宝还在长个子,去年的棉袄已经穿不了了,得做身心的。 爹爹腿断了后,单靠我和后娘根本种不了那么多地,租出去也无非是拿一半的粮,可家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 是啊,今年冬天,我们怎么熬过去呢? 后娘一手拖着一个娃走了出去,她让我考虑一下。 我一夜没睡,躺在炕上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 第二天,眼下一片乌青。 娘,你跟薛家说吧,我同意嫁了,后娘感激涕零,扯着两个弟弟给我磕头。 我神情麻木地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对未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期待。 刚刚过了大学,薛家就迫不及待地来接人了。 人家是名门望族,今年累月流传下来的士族,富贵滔天,家里男人们还做官儿。 如果不是因为唯一的孙贝薛明晨得了重病几乎要时往下,情急之下,求了三德山上的老道士下山来给做法驱灾。 老道士摸着胡子出了个馊主意,他建议找个腊月初九的女孩子来冲喜。 腊月初九出生的女孩倒好找,但人家一听要给十岁的男童冲喜,大部分都选择了拒绝。 兜兜转转找到了我家,也凑巧前村腊月初九的女孩要么年龄太小,要么早就过了十五岁,天天老倒是严明。 女孩只能找刚刚急急的,大一岁都不行,这才轮到我头上。 学家死马当活马一,给银子给得相当痛快,甚至为了安心,又是送炭,又是送熬,还给大宝二宝一人买了俩长命锁。 要不是我家太小了,差点要给我爹派几个专门伺候吃喝拉撒的丫头,生怕晚了我就要反悔,可我没有余地反悔。 一大早,门口就是吹吹打打的声音,喧闹得不像样。 村子里的人都围在外头看热闹,他们指着点点的,说我家这是卖女儿呢。 后娘脸色苍白,她强忍着泪水,给我盖上了红盖头。 卿儿,我对不住你,下辈子。 我做牛做马报答你的恩情,她在我耳边轻轻地啜其道。 我眼前一片红色,从知道自己要去冲洗,而且有可能这辈子都要守寡后,我就再也没开过口。 学家虽然不地道,但面子给得足足的,全服人和所有礼节一应俱全。 八岁的大宝用尽全力把我背上了花轿,说是被,不如说是她拖着我。 姐,你放心,等我长大了,一定把你接回来。 孩童稚嫩的声音带着倔强与傻气,她不懂得嫁出去的女儿,除非被夫家修气,否则是再也接不回来了。 我没有纠正她,只是隔着红盖头伸手摸了摸大宝的头顶。 花轿起,新娘出嫁。 从此以后,我就是薛家父了。 薛家,虽然里外都是喜庆的红,但是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却并没有带着喜悦。 花轿进门,我被送去了薛明晨的卧房。 房内一股子淡淡的药味,不难闻,却也说不上好闻。 因为是冲喜,也少了喝和锦酒榜童心结。 盖头是喜娘掀开的,我一眼就看到红色被褥里躺着的人。 哪怕病成这幅鬼样子了,薛明晨依旧是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 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抖动着,周围伺候的人来来往往。 没多大会儿,人都走了,房内就剩下我跟薛明晨。 这小娃娃看起来跟大宝差不多大,何该是调皮捣蛋的年纪。 只是薛明晨却躺在床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 我叹了口气,伸出手摸了摸她蜡黄的小脸。 小娃娃呻吟了一声,在这空旷的洗房里显得格外惊悚。 过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安静。 我赶紧远离了她的床,因为一早起来就没吃什么东西,桌子上摆了不少点心。 我随手捏了一枚莲花造型的,一口咬下去,香酥可口。 大块朵移了一番,我又狠狠地喝了一壶茶。 这茶叶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喝起来格外醇香,口齿间皆是浓郁的茶香,也冲淡了点心的甜腻。 吃饱喝足眼皮子就容易打架。 这冬天,到处都是清冷寒冰,尽管房间内烧了地笼,可我还是镶中了那扑床。 但床上躺着薛明晨,我纠结了一会儿后,就打消了疑虑。 小屁孩,跟奶娃娃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里,我甩了鞋子爬上了床,没一会儿就闭上了眼睛,跟薛明晨睡在了一个被窝里。 暖呼呼的被窝里,小小的人可怜兮兮地躺着,我心头一软,干脆把它捞在了怀里。 这一起一扶尖,严严实实的被窝里钻进了一丝凉气。 我把薛明晨小心翼翼地搂着,希望自己身上的人妻儿能过给他,哪怕不是为自己,也是心疼这个十岁的孩子。 想着想着,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一直到,几声尖叫把我吵醒。 我嘴里嘟囔着,大宝二宝闭嘴。 睁开眼却发现所有人都恨恨地盯着我,仿佛我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一样。 姑娘也太过分了,这是其中一个丫鬟不满的指责道。 我揉了揉迷蒙的双眼,这才发现我因为太热把被子蹬了。 蹬就蹬吧,我一个健全人倒不怕什么,可薛明晨还病着呢。 我心头一个咯噔,赶紧去找薛明晨。 却见我怀里的人儿被挪到了另一头,身上又盖了三层被, 蜡黄的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 我皱着眉头嘟囔道,这房间本就暖和, 她又盖了这么多床被子,好人也得让你们捂坏了, 众人对我愤愤不平,恰在这时, 我的婆婆,也就是薛明晨的母亲王氏走了过来。 她眼圈通红,完全没有娶儿媳妇的欣慰, 反而像拉着救命稻草似的让我再说一遍。 好姑娘,你再说一遍。 你刚刚说,好人也得让我们怎么了? 我眨眨眼,脑子还迷糊着,便顺着她的话道。 我说,盖这么多床被子,好人也得让你们捂坏了。 王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满脸恨意, 她双手颤抖着摸了摸我的脸。 我也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一群人来得快消失得也快。 你若是照顾好我儿, 我保证你一辈子吃穿不愁, 王氏扔下这么勾画就走了。 我看她走路带风, 一副要找人干架的模样, 实在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刚刚松了口气, 门口又折回来两个人, 把薛明晨身上的被子拿走了两床。 等薛明晨能下地的时候, 我才隐隐约约知道了个大概。 薛家三代单传, 而本家却人丁兴旺。 有人眼红薛家的滔天富贵, 便买通了薛家的郎中, 只要薛明晨死了, 王氏再生不出嫡子, 难免要从旁枝抱养一个, 这算盘打得太恶毒了。 为了不被人察觉出来, 那郎中便暗中作怪, 只要减少药量, 薛明晨就会觉得浑身发冷。 一冷就要盖背, 实则虚正最怕内热。 两下一家鸡, 本来是个小小的风寒, 竟差点要了薛明晨的命。 这样的招数有够阴损, 毕竟再换其他大夫来也摸不出什么异样, 只当薛明晨体质衰弱内力虚空, 命不久矣。 王氏一连换了好几个大夫, 私下里比对药方后, 亲自熬药, 终于把薛明晨治好了。 为了瞒住儿子, 他们并没有如实告知他已经娶妻了的这个事实。 所以薛明晨以为我是家里的远房亲戚, 知道他并了专门送来照顾他的。 毕竟薛家旁之有的是来打秋风的穷亲戚。 十岁的男童看起来乖巧, 骨子里还是调皮捣蛋得多。 园在家里就是霸王氏的存在, 上下里外谁敢惹他。 当老太爷跟老夫人那一关就过不了, 于是他把竹艺打到了我身上。 寒冬腊月, 他让我跳湖给他捉鱼。 这死孩子, 真是该打。 薛明晨长得格外好看, 因着身体刚好, 王氏为了图一个喜庆, 把他从里到外都打扮成了一副红彤彤的模样, 像兽版的年画娃娃似的。 他的小脸缩在毛茸茸的胡皮球里, 远看根朵洁白如玉的花似的, 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命令道, 你若是不下, 我就把你踹下去, 好家伙, 感情这还是个识人话呀。 周围的仆人屁都不敢放一个, 低着头不敢吭声。 我跟薛明晨对峙了一会儿, 结果他还来劲了。 你去不去, 他哽着脖子威胁道, 而我则丝毫不动地还击, 我, 不, 去, 听了我的回答, 薛明晨生气了, 他伸出手来推我, 差点把我针推了湖里去。 那冰茶子, 这要是跌进去了, 绝对会伤风。 我稳住了身子, 一阵后怕, 在看向薛明晨的时候, 难免带了气。 你这混账, 说完这句话, 趁其不备, 我直接把他摁倒在了膝盖上, 让他屁股朝上, 跟在家里时教训大宝二宝似的, 当着所有人的面, 噼里啪啦, 就是一顿打。 打得薛明晨捂着定哀嚎不已, 一边嚎含一边叫嚷, 孟清, 我要杀了你, 我要让我爹杀了你, 我打得起劲, 口中训斥道, 你有本事就自己杀了我, 找你爹算什么能耐, 仆人们围过来, 想要把薛明晨解救下来, 无奈我纹丝不动, 又投鼠忌气。 他们只能派人去搬救兵, 而救兵姗姗来迟, 等王氏赶到的时候, 薛明晨哭得脸都花了, 娘, 他打我, 恶人先告状,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得到的却是薛明晨有恃无恐的鬼脸。 王氏掏出帕子来擦了擦儿子的脏脸, 连问都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直接对我说道, 辛苦你了, 明晨以后还要多麻烦你管教了, 这是什么娘, 薛明晨你别再是抱养的吧。 王氏匆匆而来, 施施然而去, 临走之前还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 得到了准许, 我坏笑一声, 对着薛明晨就扑了过去, 让你欺负我, 让你推我, 还捉鱼不了, 还下水不了, 薛明晨撒鸭子就跑, 一边跑孩, 一边哭喊, 祖父, 祖母, 就我, 我在娘家的时候, 大宝二宝也曾调皮捣蛋, 最后还不是被我治理得, 老老实实的了。 薛明晨也不过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他敢欺负别人, 唯独不敢欺负我。 在经历过给我被窝里放老鼠和蛇, 让我捏着蛇头撵着他跑了三条街, 追上后, 我直接把还再动的蛇色进了他的衣服里头。 薛明晨眼皮子一翻, 人差点晕过去, 幸好他让人弄来的蛇都是无毒的, 又经历过给我坐的椅子上放针, 被我用针差点把他的屁股扎烂等等一系列恶作剧后, 他终于老实了, 在别人面前威风扒面, 在我面前老实的不像话, 就连我那婆婆王氏都感叹, 儿子总算有了怕的人。 至此, 薛明晨依然不知道我是他正儿八经娶回来的妻子, 而我也不想跟这臭小孩提, 毕竟他实在是太讨厌了, 空有一副好皮囊, 别的一无是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薛明晨也不知道是不是命不好, 上次风寒差点死了, 这次又染上了天花。 这倒霉孩子, 薛家老夫人和老太爷都被惊动了, 薛家在京城本就是世家, 薛家男人们虽然官职不高, 但架不住家底子厚实, 所以眼红薛家的人不少。 而薛明晨这次感染天花也很蹊跷, 他明明很少出门, 却无缘无故感染了这种病。 王氏一脸眷容, 就连满身绫罗绸缎也掩盖不住浑身的疲惫, 原本管理这么大的家业就够他操心的了。 儿子又接二连三的病倒, 还次次来势汹汹, 他怎么能不担忧? 爱! 都说大户人家烦恼多, 我也算体会到了。 你们都别去, 我来照顾明晨, 王氏拦住了老夫人, 他接连上火, 嗓子也哑了。 我的儿子就让我来照顾, 是生是死, 全看天命了。 我站在一旁, 看着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 看着王氏毅然决然, 然后弱弱地开口道, 我得过天花, 不怕传染, 话落, 满是寂静。 王氏眼中寒泪, 他骤然看了过来。 双眸绽放出金光, 像看着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就连老夫人都蹒跚着走了过来。 好孩子, 你说的, 可是真的, 老夫人双手干枯瘦静, 颤抖着握住了我的手。 我被这么多人盯着看, 顿时有些紧张。 真的, 但不晓得乡下图法子 给明晨置管用布, 你尽管去置,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老太爷发了话, 别怕, 哪怕明晨真的, 也是他命中注定, 我们不会怪你。 老太爷叹息一声后, 转过身子, 却不敢再看, 一把年纪还要为孙辈担忧操劳, 怪不容易的。 薛老爷, 也就是我那位公爹一直在外地, 没能回来, 所以暂时不在, 能做最终决策的唯有薛老爷子。 得了他的话, 我也算安了一半的心。 看着他们信任的眼神, 我咬了咬唇角, 这才笃定地说道, 好, 我会尽全力照顾他, 发痘的人会觉得浑身痒, 经历过前期的高热后, 薛明晨总算挨到了发痘, 只要能熬过去, 他就会好起来的。 作为的过天花还痊愈了的我, 表示自己很有经验, 乡下涂法子还是管用的, 起码薛明晨的高热也退下了, 只除了浑身痒。 我哄着, 劝着, 总算让他不再老想着抓痒了。 好看的脸上布满了可怕的水泡, 那水泡里的水流到哪里, 哪里就会滋养难耐。 薛明晨抬手便要抓闹, 幸亏我眼疾手快给他摁住了。 急道, 你那张脸不想要了, 薛明晨目光里如水般清澈。 为什么? 他问。 什么为什么?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薛明晨, 为什么要照顾我? 还担心我的脸, 我死死摁住他的手, 生怕他挠脸, 随口说道, 你跟我弟弟差不多大,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吧。 还有, 你除了那张脸, 浑身上下哪里还有优点? 万一脸花了, 以后谁还肯嫁你? 薛明晨小脸绷得紧紧的, 都这时候了, 还不忘纠正道, 我比你弟弟大了两岁半快三岁, 好好好, 你大, 你哪里都大, 行了吧,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说完这句话后, 薛明晨的脸上浮上来一抹可疑的红。 你又发热了, 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发现他并没有再发热。 你脸红什么? 我不解地问道。 薛明晨扭过脸不肯看我, 要你管, 好吧, 别扭少爷真难伺候。 我撇撇嘴, 也懒得再理他。 十夜, 薛明晨嚷嚷着冷, 非要跟我一起睡, 他是病人, 我得理解一下他。 无奈之下, 我掀开自己的被窝, 大方地拍了拍床, 过来吧, 薛明晨磨蹭了两下后, 才肯钻进来。 冷冽地封带着药箱, 我的怀里多了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你, 身为女子, 竟然毫无防备之心, 纠结半天, 他憋出来这么一句话。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顶, 道, 防备什么? 防备你呀。 我家里两个弟弟从小就是我带大的, 你们男娃身上什么样子, 我都清楚明白, 快睡觉吧, 长天话都闭不上你那张嘴, 薛明晨委屈极了, 他仰起头来看了看我, 最终还是闭上嘴选择了睡觉。 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小声地叫我, 习惯性地拍了拍怀抱里的人, 我嘟囔了一句, 大宝二宝, 别闹。 梦里, 我仿佛还在家里搂着两个弟弟们睡觉, 你脑子里除了你弟弟还有别人吗? 一道愤恨的声音响起, 但我已经听不真切了。 算了, 梦青, 谢谢你, 薛明晨身上的水泡终于结巴了, 这就意味着他快要好了。 明明前两天, 为了防止他恼脸, 我几乎彻夜不睡地守着他, 无奈跟我睡了一夜后, 他的脸上还是落了疤, 好在位置不是很明显, 倒像是一枚新长出来的酒窝。 我沮丧极了, 本来完美的小脸, 现在多了到疤, 都怪我, 太大意了。 我用手抬着他的脸, 认认真真的做看看, 又看看的, 只把薛明晨看得不耐烦。 长疤怕什么? 我又不是女人, 他气鼓鼓地说道, 你为何如此关注我的脸? 我深深地叹息一声, 遗憾地说道, 你除了那张脸, 还有别的优点吗? 薛明晨, 我善良。 你之前还把舌色我被窝里呢? 薛明晨, 我聪明, 是了, 聪明的薛少爷捉了一堆蜘蛛扔我杯子里, 结果捂了一夜, 蜘蛛都下蛋了, 您可聪明了。 好了, 我揉了揉他的小脸, 这张脸才养出来的肉, 如今又瘦下去了, 下巴尖尖, 大眼睛显得很突兀。 长得好看也是种本事, 比如我, 长得不好看, 皮肤也黑, 这辈子就盼望着能变好看呢, 说着, 我捂着嘴偷笑, 眼睁睁地看着他, 哑口无言地搭了着脑袋。 小屁孩, 跟我斗嘴。 经过天花仪式后, 薛明晨对我的态度明显好了一大截, 几乎是飞跃性的进展。 对此, 薛家上下都对我非常满意, 尤其是王氏, 他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 要认我当义女。 我震惊极了, 说好的儿媳妇呢? 王氏眼神微动, 用帕子微微地擦了擦眼角, 笑道, 好孩子, 当初便是我家不厚道, 硬是逼你嫁过来, 这门亲事, 于情于礼都不合适, 明晨小你五岁, 我也不想耽误你的姻缘。 孩子, 我是真心喜欢你, 放心, 你嫁进来的事, 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 以后你若是想嫁人, 我定会准备厚厚地嫁妆。 当嫁女儿一样, 把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如何? 亲儿姑娘, 你要想明白了, 从薛家出嫁, 好过于在你们梦家, 王氏义有所指地说完后, 又留下一堆珠宝首饰, 这才带着伺候的仆人们, 前呼后拥地走了。 我看着木制托盘里摆放的那些首饰, 说不心动是假的, 拿起一串红宝石项链, 那红, 是赤红,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艳丽的红。 一如这薛家的生活, 繁花似锦, 烈火烹油。 挑了个清晨, 我趁着天还蒙蒙亮, 偷偷从脚门跑了。 看门的婆子夜里吃酒吃多了, 此刻睡得正香,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钥匙。 外头的空气充满了自由的味道。 过完年后, 薛家就陷入了短暂的瓶颈当中。 据说, 王室出手整治了不少人。 我那位公爹回来后, 甚至亲自与本家翻了脸。 有人偷了家里的杯子出去, 让得了天花的病人用, 用过后再拿回来。 薛明晨年纪小, 喝了天花病人用过的茶杯, 自然就感染上了。 那些庞芝又是哭又是闹, 被公爹领着下人给打了出去, 并断了往年的利盈。 原本顾念着血脉亲情, 不舍得断, 如今自己唯一的儿子 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 哪怕是尼肃的菩萨也该生气了。 薛明晨的生活也走上了正轨。 他每天不间断地读书用功, 仿佛曾经那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变了个人似的, 就连夫子都夸他。 他也确实聪颖, 夫子讲得客, 他很快就能吃透, 回来便洋洋得意地跟我炫耀。 我看着他越来越好的状态, 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但这份高兴, 不该继续维持下去了。 夜晚, 我一遍遍回忆王氏跟我说的话, 满心苦涩。 我明白王氏的担忧。 薛明晨虽然调皮捣蛋, 但家事良好, 又天生聪颖过人, 恐怕以后也是要读书上镜考取功名的。 断然不会娶一个大他五岁的村妇做妻子。 更何况, 我低头看着自己, 一双做惯了活的手, 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如何能配得上薛家的家事? 只要我假装不知道此事, 以后薛明晨就可以再娶一门门当户对的妻子了。 我并不嫉妒薛明晨以后会娶妻, 我只是不甘心自己被人这样甩来甩去。 有需要的时候把我抬进门冲洗, 没需要了就想摆脱我, 还打着为我好的旗号。 挺什么? 就因为我天生命贱吗? 我不甘心。 于是我背着自己的包袱, 从停时放月历银子的盒子里 拿了一枚碎银子, 就当伺候薛明晨一场的奖励吧。 回头看了一眼, 即便是脚门也修得这么齐整的薛府, 心中顿时松快起来。 再见了, 薛明晨, 祝你能娶一门何心何意的妻子。 从今往后, 大家互不相欠了。 然而, 我想得倒好, 前脚刚找到落脚点, 后脚薛家就抬了绝食三天的薛明晨, 哭着嚎着求我回去。 王氏是真心忏悔, 几乎要给我跪下了。 清儿, 是我不好, 我不该跟你说那样的话, 明晨离开你后就病了。 起初是吃不下饭, 后来就干脆绝食了, 不找到你他就绝不吃一口, 说着, 还让人把薛明晨抬过来给我看。 果然, 薛明晨又成了病秧子, 半死不活的。 可我不想再回去了。 夫人, 我跟薛家其实本来就扒杆子打不着, 您要是让我回去, 完全就是增添我的负担。 我并不想混吃等死一辈子老死在薛家。 对于嫁人, 说实话, 如果不是后娘给我定了亲事, 我原也不打算这么早就嫁人的。 您不满意, 大可以写封修书给我, 哪怕不给, 我也可以走, 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说到这里, 我抬眼看向了王氏, 眼神里充满了坚定, 您总不能一辈子让我守着薛明晨吧。 他迟早还是要娶妻生子的, 那样对我也太过残忍, 话落, 我转身走出了客房。 因为想要自食其力, 所以我出了薛家就找了个客栈打扫的活迹, 却没想到薛家手脚到快, 很快就找到了我。 你难道要我跪下求你吗? 王氏在我身后哀怨地祈祷。 我没有回头, 而是淡淡地说道, 您为了薛明晨可以跪我, 我却没有母亲为我也跪一跪, 我果然还是低估了薛家的不要脸。 他们把薛明晨扔在我这儿了, 一大群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 走了? 薛明晨, 你别再真是抱养的吧。 客栈掌柜一开始以为, 我是乡下来讨生活的。 却没想过我跟薛家还有牵扯, 这下可好了, 前两天还骂我手脚不利索, 这几天甚至开始夸我把桌子擦得都反光了。 掌柜啊, 你睁开绿豆眼看一看, 这桌子我还没来得及擦呢? 而真正的大麻烦还躺在客房里, 一会儿要吃茶, 一会儿要喝羊乳, 一会儿要吃酥酪。 我看你像快酥酪。 薛明晨苍白着脸, 撅着嘴耍小孩子脾气, 我要吃东西, 我要你喂我, 被我一巴掌拍在了后脑勺上, 疼得他忍不住撕了一声, 没长手啊。 自己吃, 一碗满满的打卤面摆在他面前, 好消化也适合病人。 薛明晨委屈极了, 他偷偷去我一眼, 只能巴巴地自己拿筷子, 稀里哗啦地吃完了面。 你还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 我甩着抹布不满地说道。 而薛明晨吃完了饭, 已经开始用功, 他把家里的书本全搬来了, 一致千金租下了这间客房。 即便我问得秦, 人家就是不接茶, 你说弃人不? 身为薛家人, 薛明晨从小接触的 都是世家子弟, 然而世家子弟 也有很多不学无术的顽固。 这群人里, 不一定所有人都认识我, 但总有人会认识我。 比如之前 灌爱找我买曲曲的孙大少, 前脚刚踏进客栈, 后脚就移了一声。 孟姑娘, 孙大少挥舞着御膳, 惊讶道, 真的是你? 倒是巧了。 他倒没有详问 我在这里做工的缘由, 本就是利益往来的关系, 只不过孙大少对曲曲的痴迷有目共睹, 也因为我卖给他的曲曲打了不少胜仗, 这才让他高看我几眼。 孙少爷安好, 我对他微微行礼后, 就去忙着做别的了。 完全没看到楼梯旁脸色阴郁的薛明辰。 孙大少今年十四岁, 最是喜欢玩乐的年纪, 我在他身上赚了一笔小钱, 所以对他颇有好感。 这份好感, 也只是感激他让我把我爹的欠款还上。 否则, 我跟后娘只能去山上挖野菜冲击了。 也不知道薛明辰脑补了什么, 非缠着我问我怎么跟他认识的。 我被缠得烦了, 就说是因为曲曲。 我爹病得厉害, 还欠了好多钱, 要不是孙少爷喜欢曲曲从我这里买了几只, 恐怕还不知我家的日子要难成什么样呢? 听了我的话, 薛明辰脸上神色莫变, 当晚就缠着我要跟我回乡下去捉曲曲。 我无奈地看着撒泼打滚而赖在我房间不走的熊孩子, 干脆把他往被窝里一塞, 捂着他的嘴, 蒙头盖脸地睡了。 谁也想不到, 正是由于薛明辰一时兴起, 非让我带他去乡下, 而又躲过了一劫。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双大手把他推向我的身边。 我跟掌柜的告假, 倒也没说自己要去干嘛, 只说回乡探亲。 如今掌柜对我格外开恩, 我这头刚请假。 那头他就准备了一储存的吃食, 让我带在路上吃。 倒是个有心人, 薛明辰鬼鬼祟祟跟在我身边, 生怕被家里人察觉到。 我对他的执着精神简直甘拜下风。 说好了带你去一次, 捉了就赶紧回来。 你不知道自己身份金贵啊? 到时候你家里人若是骂我, 你可得给我顶上。 薛明辰点头如捣钻, 拍拍胸脯, 说他一人做事一人当, 又是他顶着。 我后娘知道我把薛明辰带回来后, 顿时吓得手足无措。 城里金贵的少爷, 能来到我家都属于彭壁生辉。 后娘让大宝去村头屠夫家里买肉, 二宝看着多出来的少年, 死活开不了口喊他姐夫, 只憋出来一句哥哥。 好在薛明辰也不知道 我跟他之间的具体关系, 只以为我是八字豪, 被特意选来伺候他的人。 大宝买了肉回来, 就跟薛明辰两个大眼瞪小眼。 男孩子之间的嫡异来得非常突然, 我一人一巴掌拍在了后脑勺上, 怒吼一声,都很闲是吧? 两个孩子这才掩齐息骨。 不一会儿, 大宝又开始偷偷摸摸地 瞪了薛明辰一眼。 薛明辰自认为比他大, 这才格外开恩, 不与他计较。 我领着一串孩子, 去到后山歹区去。 薛明辰打小, 也没进行过这样的活动, 捉一个跑一个, 偶尔还会死一个。 大宝二宝, 在一旁哈哈大笑, 气得薛明辰小脸战红。 额上汗水津津, 用手一抹一脸灰。 他发誓一定要捉到最好的, 结果到了最后, 也没捉住一只全虚全矣的。 要么断了腿, 要么缺了虚, 这样的品相, 卖也卖不出去。 他奄奄地跟在我身后,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乡下没什么吃的, 代客也多是做肉菜, 薛明辰在家里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压根看不上后娘做的那些山野味道, 不过勉强就这肉汤啃了个半白半黑的馒头。 晚上, 大宝二宝挤了过来, 要跟我一起睡。 好, 等姐姐洗完澡, 你们要听话, 不要吵。 我嘱咐完他们后, 端着澡盆就去了外头柴房洗漱。 天空还是那个天空, 人却不再是那个人了。 不过短短一年时间, 我就已经适应了薛家的生活, 再回自己家, 反而多了些陌生感。 比如在薛家, 不需要我叮嘱就会有人烧好热水, 还有温暖的澡房。 而娘家却处处简陋。 方才饭桌上, 大宝二宝争夺饭菜的一幕还历历在目。 反观薛明辰, 虽然平日里活得像个大爷, 但一进孟家就先拜访了瘫痪在床的我爹, 吃饭也要问我爹可有人照顾。 后娘端了饭菜给我爹送去, 他虽然腿断了, 但是上半身还能活动, 所以并不怎么需要人照顾。 想着白天的种种, 不知不觉就洗完了。 在回到房间的时候, 炕头并排躺着三个人, 大中小, 一眼看去, 格外好区分。 薛明辰死死霸占靠近我的位置, 而大宝蠢蠢欲动试图抢夺回属于自己的地盘, 只有二宝睁着眼睛傻乐。 我吹了灯, 理都不理这群幼稚的男孩子们, 安安静静地睡下了。 迷迷糊糊之际, 我总感觉有人再翻过来翻过去, 习惯性地一巴掌拍在了那人的屁股上, 嘟囔道, 薛明辰赶紧睡觉, 世界陷入了寂静, 一夜无梦。 等再回去的时候, 王氏哭哭啼啼地寻来了, 他这回是真得踏踏实实地给我磕了头。 孟姑娘, 我们薛家不能没有你, 求求你, 跟我们回去吧, 我跟薛明辰都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怎么, 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 无需我多问, 一旁的薛家下人, 自然就把前因后果, 竹铜倒豆子似的, 说了个明白。 原来是薛家本家那边不甘心, 这么多年的冤大头, 突然不给钱了, 况且, 薛家的读苗突然就上进起来, 恐怕日后还会继续读书, 用功考取功名, 那他们还指望什么? 在得知薛明辰跑到客栈小住, 脱离了薛家人的掌控后, 本家那边的人就留了个心眼, 暗地里观察薛明辰的一举一动。 在掌握了他的作息后, 于某个午夜时分, 把一瓶装有燃烧物的瓶子 扔进了薛明辰的窗口。 瓶口碎裂,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而这群人丧心病狂道, 把客栈也点了火, 完全是不给薛明辰留后路。 可惜的是, 客栈虽然被烧了, 但薛明辰却不在。 他那时正跟我一起 快快乐乐地捉了一天的曲曲。 薛家没找到人, 立马就问了客栈掌柜。 被虚了一脸黑灰的掌柜,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倒是我回乡探亲, 有没有可能把薛少爷也带走了。 这个可能性让王室又有了希望。 他一方面派人赶紧去我老家探探实情, 一方面让人守住进城的路口, 一旦发现我们的身影, 立马汇报。 还好, 我们安全地回来了。 我目瞪口呆, 看着还散发着烟熏味道的破败客栈, 心头一阵乱跳, 后怕极了。 而薛明辰小脸惨白, 估计在幻想, 如果自己没一时兴起跑去逮曲, 大概早就化成灰了。 我本不打算回薛家, 奈何薛家一大家子人都贵了, 苦苦哀求让我一定要回去。 这叫什么事啊? 这头刚答应王室回去, 那头薛老夫人站在门口翘首期盼, 正等着我们的身影。 一见了孙子还好好的活着, 人一激动就晕了过去, 等再醒来非要认我当干女儿。 好家伙, 这薛家作风属于一脉相传啊, 之前王室认我当干女儿, 我还可以理解。 现在薛老太太又是什么情况? 薛明辰啊薛明辰, 我当不成你妻子就要当你姐姐, 当不成你姐姐就要当你姑姑。 这可真是打不散的亲戚关系, 好在王室还没糊涂。 他赶紧阻止了薛老太太的认亲仪式, 从儿媳妇跟异媚这种身份上的转换, 他可接受不了。 再回薛家, 我的待遇呈直线上升。 之前薛家人对我只能说是疏离客气, 现在就是过分地热络, 大喘气都怕把我吹飞了, 几乎要把我供起来了似的。 唯恐我一时不开心就跑了, 甚至还给我拨了好几个贴身伺候的丫鬟, 走哪儿跟到哪儿, 就差亲自帮我出宫了。 薛明辰的父亲一直在外当差, 虽然离京城不远, 但大部分时间都不回来。 只是如今儿子出世了, 当爹的自然要告假回来。 上一回他只是把人打出去, 这一回就没那么容易了。 人证物证俱在, 薛老爷把人送进了大牢。 这还不算。 薛家旁知的那些半大孩童, 几乎全被他接走了, 据说送到了某些苦寒之地,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若我不残忍, 恐怕他们还会觉得有机会, 下次, 下下次, 千百次地害我儿, 我们如何防住? 不如一次性斩草除根, 薛老爷手腕强硬, 办完一切后, 神情淡漠地冷声道, 其他人, 这辈子也别想再生出孩子来, 这句话让我不寒而栗。 再也生不出孩子, 难道他把薛家旁知的男人们 集体噶成了太监, 那场面也太震撼了吧, 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直白。 向来不爱解释的薛老爷 看在我间接帮儿子躲过灾祸的情分上, 也难得和颜悦色地跟我解释了一番, 这世上有的是不能生孩子的药, 你早说嘛, 害我乱七八糟地想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薛明辰跟在父亲身后, 亦不亦趋, 明辰, 我薛家不能再继续折服下去了, 他摸着儿子的发顶, 没有丝毫掩饰, 以后为父会更加忙碌, 这个家全靠你了, 许久之后, 我才明白薛老爷的这番话代表了什么。 而眼前的情况则是, 我该怎么面对薛明辰, 是把他当弟弟, 还是丈夫? 看着比我矮的薛明辰, 脸上明晃晃的稚嫩与童真, 冲我一笑, 双眼充满了脚狭。 丈夫? 想想我就要吐了, 算了, 日后再说, 眼下我要做的, 就是努力提升自己, 不为了薛家, 而是为了给自己长脸。 薛家府中的暗勇暂且不说, 外头人可都开始盛传, 倒是薛家取来一门冲喜的儿媳妇, 看来是真的有用, 薛家那病殃子小少爷都会骑马了。 为了不影响到儿子, 王氏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这传言给压下去。 对外只说, 当日取进门的, 不过是从三德山上请下来的道姑, 有了道姑坐镇, 薛明晨的身子才好了起来云云。 道姑只是住在家中, 乃是名义上的儿媳妇罢了, 为了上达天厅。 让想收走薛明晨的鬼神们知道, 家里有儿媳妇坐镇, 管他有人信没人信, 反正借口就是这。 而薛明晨也老老实实地给那位道姑, 陈婚定省的磕头请安, 一日都不敢落下。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 薛明晨长成了十四岁的少年人, 身形拔高不少, 对比前些年如今需要养世的人换成了我。 而这几年, 由于不需要我再去外头做活, 原本有黑的皮肤也养了回来。 其实我长得更像我娘, 杏颜柳眉, 倒也算温婉可人, 可惜她死得早, 我对她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王氏这几年在我身上花的银子海了去, 光每日补身子花费的汤汤水水, 就够普通人家用上好几年了。 成孝就是原本干瘪单薄的身子, 如今该长肉的地方长肉, 皮肤水滑光洁, 比那些龟秀也不差什么。 对外, 我的身份是薛家远亲, 家里孩子太多了才送到薛家来的。 反正薛家没女儿, 养谁不是养。 因着薛老爷突然从微不足道的小官 一跃成为了天子尽臣, 所以就开始有人打听我, 婚配与否。 每每王室都要给我找借口遮掩过去, 可眼看我已经十九了, 都快成老姑娘了, 外头就有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我大概要给薛老爷作妾了。 听了这样的话, 王室差点气死。 从哪头说都不可能的事儿, 那群人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为了平息传言, 王室也开始假装积极为我相看人家了。 高官厚禄的不敢肖想, 家境阴时点的倒可以考虑。 王室风风火火拿了一堆 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画像给我, 要我没事儿的时候多挑一挑。 虽然他比谁都不想我嫁人, 但挡不住这人言可畏。 我苦恼地把画像一一摊开, 这可真是环飞艳寿, 要什么有什么了。 正看着, 外头传来了丫头的声音, 见过大少爷, 是薛明臣下了学回来了。 偏偏少年郎, 已经不再是三年前 那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了。 你想嫁人, 少年经历过变身后, 嗓音低沉沙哑, 像有石子儿在耳边 划过似的质感。 尤其他高我一头, 一进门, 压迫感扑面而来, 这几年坚持不懈地 骑马射箭, 让他身形更加坚实挺拔, 完全不再是那个 单薄脆弱的孩童了。 在这样灼热的眼神下, 让我莫名心虚, 只能干笑几声, 敷衍道, 没, 只是随意看看, 说着, 我赶紧把那些画像 收了起来。 薛明臣到来了兴致, 他坐在我身侧, 胳膊从我腰间环绕过来, 从远处看来, 仿佛我被他 捐在了怀里似的。 这个, 刘侍郎家不成器的儿子, 二十岁还未定亲, 听说性子太过温吞, 吃顿饭都要吃一个时辰, 这个, 助大人的亲侄子, 命应, 说一门亲客死一家的姑娘, 那一个。 虽然没什么大问题, 但小时从树上摔下来, 脑子有点不大机灵, 说来说去, 在薛明臣眼里, 简直就没有好人了。 我被他说话喷出来的气弄得不太舒服, 伸出手来, 把他推开了一些。 你离我远点, 都多大的人了? 该有点分寸了, 我其实没好意思说男女有别, 总觉得他还是几年前的那个不听话的臭小子。 薛明臣喝了一声, 身上的松香气味愈发浓郁。 小时候, 你不是日夜搂着我, 他不怀好意地也遇到, 眼看我红了脸, 嘀嘀地一笑, 道, 姐姐今夜不如同往日一般。 与我同踏而眠, 薛明臣的嗓音沙哑, 在我耳边低难的时候, 让我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 这种感觉, 太让人陌生。 我赶紧逃离开他的身边, 像只受惊的兔子。 闭嘴。 滚出去, 我浑身颤抖, 虽然语气够坚决, 实际连看都不敢再看他一眼。 薛明臣冷哼一声, 顺便把那堆画像都收走了。 站住, 你把画像收走我还怎么选? 薛明臣脚步微顿, 他头也没回地扔下一句, 你。 咻。 想, 整个人大步离去, 怀里还抱着一堆男子画像, 让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选夫呢? 又是一年过去了, 薛明臣十五岁了。 长相俊美, 又是个用功读书的, 所以明里按理打听他可否一亲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有了薛明臣做法子, 盯着我不嫁人的人也少了。 薛家来做客的夫人, 太太们一股脑地开口说话, 跟几百只鸭子在你耳边嚷嚷似的, 听得人头都大了。 他们夫人之间聊天, 便把我们赶了出来。 我其实并不太想跟这群龟秀们一起, 奈何薛家也实在没有其他这个岁数的女孩, 我只能硬着头皮顶上。 我以前常年爬山做活, 所以体力比这群龟秀们强得多, 不过稍微走了一圈, 就有人嚷嚷着累了, 要吃茶, 要休息, 要帕子, 要换衣裳。 哎, 这群龟秀, 真麻烦啊。 我叹口气, 让下人们带领他们该吃茶的吃茶, 该休息的休息, 想换衣服的, 找间防隔了屏风可劲的换吧。 有位叫做王秀萍的龟秀, 乃是王氏的娘家侄女, 对我倒还亲热, 其他的龟秀言语间多是讥讽, 毕竟我名义上是来打秋风的 穷亲戚, 却穿着打扮比他们还鲜亮。 尤其是头上的发簪, 还是薛明辰在我生辰之际, 特意定制了一枚上好的杨枝玉做成的, 一整块杨枝玉课程, 通透润泽, 上头叼着一朵绽放的梅花。 沾在发间, 黑发白沾, 更是衬托的人如玉般温润。 我不愿与他们发声举语, 对那些风凉话就当听不见。 反倒是王秀萍在我耳边悄悄问道, 青儿姐姐, 表哥生得知蓝玉树, 你就真的不心动, 我无奈地翻了翻眼皮。 他小时候往我被窝里扔蛇, 给我杯子里放蜘蛛, 还偷偷把墨汁撒在我床上, 用臭腐乳抹了我一枕头, 我对他心动。 我有自虐倾向啊, 说这话的时候, 我难免带了气, 声音也略大了一些, 竟然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薛明辰听到, 他的脸色也由一开始的阳光明媚 突然变得阴沉沉的。 他身子微动, 轻轻地倚在了栏杆上, 仿佛经历了什么天大的打击一样。 其他闺秀们修红脸的修红脸, 低下头的低下头, 唯有王秀萍仗着亲戚关系, 红着脸叫了一句表哥。 薛明辰谁也没理, 只是目光深沉直直地盯着我, 那一眼要望尽我的灵魂深处似的, 好像我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一样。 我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紧张, 赶紧假装看向栏杆外的风光。 夏天到了, 荷花都盛开了, 回廊外头就是一片荷花池。 微风徐徐, 荷香淡淡, 少年立在一群少女中间, 是那么的鹤立鸡群。 许是我无视的目光惹怒了他, 薛明辰冷哼一声后, 步伐亮呛着离开了回廊。 徒留一群少女伸长了脖子,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表哥他, 当真是格外俊美, 王秀萍捧着红透了的脸, 烟红的小嘴喃喃着, 不等他们从饭花池中清醒过来, 远处的房内突然传来了一道女子尖叫声。 我心头一慌, 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立马有人猜出来那是谁了? 听声音, 像是孙格老家的云姐姐, 身穿鹅黄色裙子的少女突然惊到。 我收敛其脸上吊铃铛的神情, 赶紧一马当先冲了过去, 把那群龟秀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不能让任何龟秀在薛家出问题。 而等我气喘吁吁赶过去的时候, 王氏也听到了这间的响动, 再加上还有小丫头的通报, 她身为女主人, 不来看看都不可能。 屏风内, 女孩子哭哭啼啼的声音 像是一道细细的丝线, 缠绕在众人的耳膜中, 让人听得心烦气躁。 薛明晨衣衫凌乱站在屏风外, 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神情。 她不喜不悲, 就那么站着, 少年桀骜的神色让人很难想象, 她会对屏风内的人做出什么事来。 我方才进来换衣裳, 不晓得为何, 薛家的丫鬟借口说腹痛要暂离片刻。 我, 我不已有她, 便在屏风内截着衣裳, 不想, 薛少爷突然闯了进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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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云儿不过是个数出, 但因为孙家女孩就这么一个, 也是如珠似宝一般, 娇养长大的。 我看着她抱着雪白而又浑圆的双肩, 鲜红的肚都刺痛了我的双眼。 只要一想到薛明晨闯进来后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我的心口就像被人割碎了一样难受, 痛得我就连呼吸都变得格外艰难。 我透过屏风, 看向那个挺直的身影, 没有半寸的弯曲, 而那个人也在定定地看着这边, 只是不晓得他在看谁。 我听不出他的语气里有什么不满, 甚至连半点恼怒都无。 母亲, 儿子, 愿承担所有,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 清淡, 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与不满。 王氏安抚完了孙家的人后, 又垂了儿子几下, 做死的混账, 母亲, 儿子愿意娶他, 他看着王氏, 再次重申了一遍, 似乎对方是谁完全不在乎。 薛明晨才十五岁, 明明该是桀骜不驯的年纪, 却从什么时候起, 他的身上竟然沾染了这么多的悲哀。 我双拳紧握, 有些不敢看这样的场景。 待众人都走出去的时候, 薛明晨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样, 你满意了吗? 他的双眸里带着祈求。 我闭上了双眼, 把几乎要夺目而出的眼泪逼了回去, 换上了一副轻松的口吻, 像过去那般, 拍了拍他的发顶。 原先的时候, 薛明晨会配合地弯下腰来, 这一回, 他没有, 使我点着脚尖, 努力地伸出了手。 恭喜你了, 薛明晨, 恭喜你, 以后再也不必因为我的存在, 而背负这么多的误解与难堪。 薛家与孙格老孙女儿结亲的消息传出去后, 一时之间引起了不少热议。 有人说, 孙云儿对薛明晨一见倾心。 也有人说, 是薛明晨爱上了温婉秀丽的孙云儿。 世家子弟配大家闺秀, 天作之和。 王室忙完了迎来送往的亲朋好友后, 特意抽时间来到我这里小做片刻。 亲儿, 他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抢在他之前开了口, 夫人不必多说, 我明白, 跟薛少爷之间的这桩亲事, 本就非我所愿, 既如今薛少爷也要娶妻, 我便不适合再继续留在薛家了。 王室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 急急开口道, 不是的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只是如今, 明晨定下了亲事, 我也是怕你在府上觉得憋闷, 不如出去散散心。 好, 我正正地看着不远处 多宝阁上的蝉枝牡丹的花瓶, 耳朵里也已经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只默默地答应了下来。 轻捧马车载着一堆的礼物, 还有我, 稳稳当当地走出了薛府。 这几年的富贵生活虽然让我流连忘返, 可我没有片刻敢忘了自己那见不得人的身份。 王氏问我想不想去庄子里, 我摇了摇头, 那还不如回家。 这几年, 因为我断断续续地往家寄银子, 还有薛家的帮衬, 临走之前家里的破败土房, 如今也盖上了阔起的青砖瓦房。 爹的身子好太多太多了, 闲暇时也能勉强煮着双拐下地喂喂鸡。 大宝二宝也从懵懂志同长成了半大少年。 大宝比薛明晨小了两岁, 如今也是十三岁的小大人了。 他的身子壮实, 一个人抵得了全家的力气, 下地干活是把好手。 前村的猎户见他体格健壮, 索性收他做了徒弟, 习得了一些拳脚功夫。 而二宝也胖乎乎的, 一头扎进我怀里, 把我撞了个猎前, 力气之大, 完全不再是过去那个鼻涕, 眼泪糊, 一脸的瘦小孩童了。 姐姐, 两个小少年目光闪亮, 奇奇喊道, 我的心胸里被一种幸福感色的满满当当, 我突然就不恨后娘, 也不恨王室了。 如果没有薛家, 我跟弟弟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这样就好。 你怎么回来了, 后娘上了些岁数, 多年操劳, 让她不到四十岁并边就多了白发。 她把手往身前的围裙上擦了擦, 紧张地问道, 可是薛家, 不要你了, 村子里消息闭塞, 即便当初我被取走冲袭, 村民也只以为是城里的富户, 具体是哪一家, 他们也分不明白。 眼看我长成了富贵人家的小姐似的, 皮肤颖白细腻, 一举一动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疯丫头了, 后娘有一瞬间地愣着, 也有些不敢置信。 我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后娘心知我有事瞒她, 便不再多问, 先是拉着我见了爹爹, 爹爹气色倒好, 比前些年胖一些了, 也乐观了不少。 爹也不问你旁的, 回来就回来。 这家里总归有你住的地方, 这是爹爹头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 后娘又带我去了正房旁边的一间空屋, 这里面有我小时候睡过的炕, 如今换了新的炕席, 还多了桌子椅子并一座木头打得洗脸架, 中间挖空了, 磕上铜盆我就可以在房里洗脸了, 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 可见后娘的用心。 平日里总挂念着, 怕你回来的时候准备不及时, 所以我每天都来打扫一遍。 轻儿, 你放心住着, 我跟你爹再也不会糊涂了。 你走后, 大宝跟我闹了好一阵子, 直到近些年, 他大了, 也懂事了, 才原谅我。 轻儿, 你恨我吧? 后娘闭上双眼, 干枯粗糙的脸上滚下来一行青泪。 听他这么一说, 我鼻头一酸, 一句难听的话也说不出口了。 什么恨, 什么怨, 早就烟消云散了。 我不怪你, 真的, 原本以为我回来后就再也不会见到薛明辰了, 却没想过他绞成道快。 村子里的人正在胡乱编造谣言, 说什么我被修了之类的话, 结果就看到薛明辰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快如疾风一般。 马儿停在门前, 薛明辰从马背上翻身而下, 动作干脆利索, 不待半分拖沓。 大宝二宝还以为是来闹事的, 抄了家伙就冲出去了, 结果见到的竟然是薛明辰。 大宝不改当年的敌意, 怒目缘争, 贺道, 你来作何。 薛明辰连起, 一身桀骜, 对他抱拳道, 我来找孟卿, 孟卿也是你叫的。 大宝一把菜刀耍得虎虎生微, 薛明辰两根手指夹住刀刃, 大宝竟然再不能动半寸。 我要见他, 薛明辰终究大了他两岁, 零五个月, 再加上平日里跟着明师学习拳脚功夫, 比那野鹿子出身的猎户不知强多少, 几下夺过大宝手里的菜刀, 提着一旁准备咬他的二宝, 实施然进了大门。 再见到薛明辰,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有酸涩, 有渡恨, 也有眷恋。 他就像我一手带大的孩子, 终有一天, 还是要离开我的怀抱。 我把这种情绪称之为不舍。 几日不见, 他更沉稳了, 眼神坚定, 小时的肥嫩脸庞也变做了锋利, 轮廓分明, 让人一眼难望。 少年挺直了几辆, 一步一步走了进来, 让我这卧室也生出了珍珠般的光辉。 为什么要走? 薛明辰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窗外, 一阵微风刮进来, 带动了他身上玉坠底下的穗子。 那是小时候他生病了, 我为了哄他而编的。 这么多年, 他一直戴在身上, 穗子有些发臼了, 我曾劝他摘下来, 再换一个, 他偏让我给他再编一个。 年幼时, 我可以随意送他贴身的东西, 可他那时已经十四岁了, 我不能随随便便送他什么了。 穗子就这样一直被他戴在身上, 红的都有些发灰发暗。 我不是不懂他的那些眼神以及暗示, 可我不能, 因为门不当, 户不对。 我没有吱声, 眼神躲避着他, 看向了一旁。 是因为我要娶妻, 所以你才走, 薛明辰一步一步地逼近, 一直到我退无可退, 不得不伸出手来, 推锯着他的胸膛。 手掌底下, 就隔着一道薄薄的衣料, 我甚至能感受到薛明辰身上的体温。 常年习武, 让他肌肉发达, 触感结实, 我的脸突然就红了。 你说话呀, 薛明辰低着头死死地盯住我, 生怕错过我的任何表情。 薛明辰, 你娶妻, 我在那里也只是多余, 再加上, 我也想我爹娘和弟弟了, 你总不能拦着我回家吧, 我扭过头依然不敢看他, 我怕自己的情绪会突然就崩溃在他的面前。 他陡然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 是你怕看到我娶妻, 怕看到我跟旁的女人和乐美满, 所以你才跑了, 薛明辰低低地笑了起来, 方才还阴郁地双眸, 此刻笑得眉眼弯弯, 仿佛雨过天晴, 他来得快, 走得也快, 让人摸不着头脑, 唯有大宝恨恨地扔下一句, 下次我一定要打败他, 薛明辰回去也不知道怎么说动了王室, 没过几天, 大宝二宝就被他接走了, 心甘情愿的那种, 你若是想打败我, 不如来城里, 跟着正经师傅学拳脚功夫。 这一句话, 成功说动了蛮牛大宝, 而二宝也是捎带手跟着蹭学的, 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签字文都能倒着墨写了, 你总不能让人以后, 像你姐姐有个文盲弟弟吧, 因为学费全被薛家承包了, 大宝二宝, 两个带了几身换洗衣服, 就走了。 后娘却看得开, 跟着去城里见识见识总是好的, 别像我跟你爹, 一辈子窝在这儿, 薛明晨笑吟吟地 把视线转移到我的脸上, 炙热的眼神像要把我烤焦了似的。 清儿姐姐, 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吧? 这句话, 是磨着后曹牙说的。 顶着那道痴人的目光, 我头皮发麻, 同手同脚地跟着他上了马车, 很快就又回到了薛家。 王氏憋着一肚子话, 却在看看儿子后又咽了回去, 只能哀怨地看着我。 别看我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扔给王氏一个眼神, 让他自己品位, 我低着头跟在薛明晨身后, 老老实实地。 清儿姐姐, 别再想着跑, 我成亲那天, 还指望姐姐指点指点, 冷笑着说完这句话后, 薛明晨这才走出了房门, 留给我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 我被他这番话说得眼皮子狂跳, 总觉得他大概知道了什么似的。 然而, 薛明晨这丝揣着明白, 装糊涂, 接儿跑过来问我买什么首饰, 送未婚妻, 明过来跟我商讨, 明年他成亲时要穿什么花样的喜服。 就连头官是相遇, 还是相宝时, 他也要啰嗦半天, 闹得我这里鸡犬不宁。 轻儿姐姐, 现如今, 我一听他这么叫我就浑身发麻, 鸡皮疙瘩起一身。 我趴在桌子上装死, 打算让他知难而退。 姐姐也没喝酒, 怎么就醉了呢? 薛明晨看了看杯子, 又闻了闻有没有酒气, 疑惑道, 我心想, 你赶紧走。 我不想再听你成亲的破事儿了。 没想到这丝不按套路出牌, 眼见我装死装得很真, 还故意来捏我的鼻子, 差点憋死我。 看来姐姐真的累了, 她叹息一声后, 就没了声响。 我正暗自窃喜, 不妨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松香味道, 夹杂着少年特有的冷冽气息。 姐姐这么辛苦, 不如跟我回房休息吧, 身子腾空, 我不自觉地就还上了那人的脖梗。 脸贴在她的胸前, 我终于睁开了眼睛。 松手, 混蛋, 我挣扎到。 可惜自从她十三岁那年, 我就再也挣脱不开她的束缚了。 薛明晨胸前一阵微颤, 笑声低哑, 听得我又是一阵脸红心跳。 这混蛋, 越来越让人无法琢磨了。 姐姐怕什么? 小时我们经常, 好, 打住。 你也知道那是小时候。 现在男女有别, 赶紧把我放下来, 当心让旁人看见, 我晃动了一下身子, 打算正脱开她的怀抱。 薛明晨低下头凑在我的耳边, 用极细微的声音说道, 怎么, 长大了就不可以同她而眠了吗? 我抬起头来, 双眼冒火地看向她, 却不欺然看到了一双柔情似水的眸子。 那眼神, 活脱脱是男人看女人才会有的神色。 我猴头一干, 想说的话就堵在了喉咙里。 我突然好渴, 好想喝水。 我嘴巴微张, 却始终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个时候, 薛明晨反而把我轻轻地放了下来。 我最喜欢看姐姐这副欲说还休的样子了, 她嘴角微扬, 满足而又欣慰。 你才欲说还休呢? 这臭小子。 婚期迫在眉睫, 王氏却没有什么娶儿媳妇的喜悦感, 成天摆着一张哭丧脸, 跟谁欠他二百吊钱似的。 也是, 毕竟不是头一回了, 银子都要花第二茬。 我还挺理解他的。 跟王氏愁眉苦脸, 不一样的事, 我开始尽量避开薛明晨。 但这魂囚毕竟是薛家硕果仅存的少爷, 他想干什么还没人能拦得住。 我在外间忙得很, 姐姐却躲在这儿偷吃, 薛明晨哀怨着走进来的时候, 我正跟几个小丫头围着暖炉烤橘子吃。 烤得橘皮破裂, 汁水四溢, 满屋都是橘子的辛香。 她揪着我的手, 把我手里的橘子吃了下去。 温软的蛇畜碰到了我的手指, 让我色缩着收回了手指。 温热感还在。 过了年, 她就十七岁了。 十七岁的薛明晨, 褪去了青涩, 逐渐有了成熟男人的味道。 轮廓更加分明, 她又长个子了, 声音也越发低沉, 让人一听便会沉醉, 容貌又是那么的出尘脱俗。 怪到人都说, 薛家出了个好儿郎。 这么一看, 果真不假。 你们忙, 我反正没事干, 我把手指在身上擦了擦, 看得徐明晨眼神一暗, 不过片刻又恢复如初。 那怎么能行? 身为一家人, 姐姐怎么能独自夺揽? 不如, 我心想, 你可千万别让我出去帮忙, 我又不是薛家的主子, 做不来这个。 不如我跟姐姐一起守岁, 她一屁股坐了下来, 把我身边的缝隙 堵了个严严实实。 三十这天, 家里明明很忙, 薛老爷在皇上面前 越发的脸, 迎来送往不知多少人。 偏薛明晨窝在我这里, 守着暖炉, 烤着橘子, 喝着茶。 红泥小火炉, 炉火温暖, 烤得人昏昏欲睡。 外头是不间断的爆竹声, 一年又过去了。 薛家老太爷跟老夫人 打发了人来寻她, 薛明晨赖着不走, 硬说要留在我这儿守岁。 小丫头没敢应声, 低着头跑了。 我被炉火烤得昏昏欲睡, 除了外头霹里啪啦的鞭炮声 扰人轻梦。 我困到投不住地点来点去, 没过一会儿, 一双大手捂上了我的双耳。 鞭炮声瞬间消失, 世界一片静谧。 我侧过脸, 看到的是身边的薛明晨。 睡吧。 他说, 我闭上眼, 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副雷弱的肩膀, 也不知什么时候 长成了这般宽厚, 已靠在上头, 让人无比地安心。 迷迷糊糊中, 我似乎听到他说了一句什么。 祝姐姐, 岁岁年年, 朝朝暮暮, 此生不变, 男子低沉的嗓音 断断续续响起, 一夜无梦。 大年初一, 薛府拜年的人不少。 我昨晚是被薛明晨 抱在床上的, 就连外衫都是他拖的。 一想到这里, 我老脸一红, 顿时恼羞成怒, 在看到薛明晨的时候, 难免生了一股子邪火。 你以后, 莫要随随便便脱我衣服, 不是有丫鬟吗? 这种活儿让他们做就是了, 我咬着牙对他说道。 薛明晨一脸的云淡风轻, 完全没有耍流氓后的羞耻之心。 姐姐说什么话呢? 这种活儿怎么能让丫鬟干? 身为弟弟, 帮姐姐脱脱衣服怕什么? 小时候, 姐姐不也经常帮我脱衣服吗? 我,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捂住了嘴, 只剩下嗡嗡的声音。 闭嘴, 再多说一句割了你的舌头, 我被她气到额前青筋突起, 这魂球越说越不像话。 好, 我的舌头只给姐姐割, 她大言不惭, 说得理直气壮。 我踉呛几步, 擦了擦手上的温热, 落荒而逃。 拜年的时候, 薛明晨跪在祖父祖母面前, 结结实实地磕了头。 薛老太爷跟薛老夫人笑意盈盈, 成婚后, 别忘了尽早给薛家开支散叶, 争取明年后年就生孩子, 你祖父和你爹都不指望了, 整个薛家现在就指望你了, 老夫人慈祥地叮嘱道, 薛明晨笑弯了眼。 我在一旁百无聊赖地思考, 今年我拿了多少红包, 却不妨撞进了一双 柔情似水的眼睛里。 她看着我, 对薛老夫人诚恳地说道, 好, 孙儿定不负所望, 十七岁这年, 距离薛明晨还有三个月娶妻, 她高中状元, 跨马游街。 薛家一时之间成为了世家中的楷模, 人人回去用薛明晨激励自己家不成器的儿子上进, 那病秧子都能成状元, 你难道还不如他? 我看着高头大马上红衣少年, 真正的意气风发, 鲜衣怒马。 胸前一朵红绸花, 让他更加惹眼。 远远的, 有人向他投了帕子, 不过片刻, 各类帕子和鲜花就砸满了他的四周。 薛明晨接了一枚手帕, 看都没看, 竟然团成团后, 冲着我在的地方丢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来, 吓得我目不斜是假装不认识那个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男人。 真是疯子! 回去后, 王氏高兴地连干三杯酒, 拉着我的手说着续道的话。 学家门口鞭炮声不绝于耳, 这一天迎来送往不知多少人。 事业, 嘈杂的声音总算变小。 我换了中医, 散了头发。 倚靠在床上看着大宝和二宝给我写的信。 自从进了城, 大宝二宝本以为离我更近了, 却没想到黑心肝的薛明晨给他们找的学堂又远又严格, 平日里都不可随意出门走动。 尤其是大宝, 学完了功课还要去习武, 往往累得一沾枕头就睡了。 这两人正给我写信再次咒骂薛明晨, 我看着这兄弟二人一人一张纸, 字迹清晰, 再也不是过去村子里目不识盯的野孩子了。 一股子欣慰之情涌了上来, 先别说薛明晨人怎么样, 单凭他把大宝二宝都接了过来, 又给请了先生,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几乎可以为他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然而, 我这感动还没完, 薛明晨一脚踢开了我的房门, 门口是青年委屈极了的模样。 薛明晨小时候就生得极好, 幸亏长大后眉长歪了, 除了侧脸那眉的天花石留下来的疤痕之外, 容貌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此时此刻, 薛明晨一身鲜红状圆袍, 还未脱, 扁着嘴, 眼神哀怨, 似哭似怒地看着我。 吓得我心头一跳, 以为他又要干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了。 我蹭得一下从床边站了起来, 小丫头顶不住薛明晨的眼神, 老老实实地给我们把房门关上了。 怎? 怎么了? 我抢笑着问道, 顺便伸手把架子上的衣服给拿了下来, 准备穿上。 薛明晨吸溜了一下鼻子, 带着酒气冲我一步一步走来, 每走一步都像踩在了我的心坎上似的。 脑中警铃大作, 我得跑, 这是我唯一的念头。 可惜晚了一步。 薛明晨动作极快, 一把就把我捞在了怀里, 力气之大, 勒得我差点喘不过起来。 薛明晨放手, 我不停地拍打着他的手臂, 无奈这人就跟听不见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 我的脖梗处一片湿润。 他, 哭了。 天可怜的, 薛明晨除了小时候被我痛揍的时候会哭, 其他时候我可没见过他的眼泪。 明晨, 你好好跟我说说, 怎么了这是, 或许是我温和的语气让他冷静了下来, 薛明晨依旧死死地搂住我, 说什么都不肯松手。 孙云儿, 形势不减, 被我发现了。 良久, 薛明晨才问声问气地说道, 大概是因为哭过的缘故,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这怎么说, 我大惊失色, 孙阁老不是家教慎言吗? 养出来的孙女儿虽然不是嫡出, 可好歹也是正经的闺秀, 怎么可能, 我扶着他坐到了一旁的床上, 薛明晨醉熏熏的, 眼角还沾着泪, 显然是极度的伤心。 想来也是, 还有三个月就要成婚了, 在这个结果眼儿上出了这样的事, 哪怕薛明晨再大度也无法接受, 更何况他可不就是那小心眼的人吗? 到底怎么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家伙仗着醉酒, 撅着嘴让我喂。 好吧, 看在他伤心难过的范儿上, 我忍。 就着我的手, 他喝光了一杯茶后, 这才缓缓到来。 今日他本是达马游街 最为骄傲的日子, 所以提前派人去孙家, 特意请孙云儿来一道看看状元郎。 不想吓人, 去催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人, 薛家这边觉得不妥, 便说跟着一起去瞧瞧。 孙家本不欲让薛家人一道前去, 无奈薛家也是担心孙云儿, 这才勉强同意。 薛家人到了孙云儿的闺房, 发现人正好好的坐着, 只一双眼睛媚态十足, 眼神婉转之间, 不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 薛家人心里投存了个遗影, 私下里查了, 终究查到了蛛丝马迹。 原来那孙云儿是树初, 却跟嫡母家的外甥有了首尾。 她那姨娘怕事情败露, 就教她如何栽赃。 孙云儿盯上了薛家, 也是因为薛家人丁丹博, 到时她若怀了表哥的孩子, 恐怕薛家还会高兴地感恩戴德。 打着这样的心思, 她算计了薛明辰。 什么薛家丫鬟腹痛去如厕, 明明是她的丫头 扯了借口把薛家丫鬟弄走了。 而她又让自己的丫鬟 去把薛明辰引过来, 只要她在房内发出尖叫, 薛明辰定要进来查看一二。 至于薛明辰身上的衣服, 自然是孙云儿故意扯乱的。 薛明辰一直以为一切都是天定, 她这辈子注定要娶孙云儿了。 所以她积极筹办婚事, 大事小事全都过问, 比王氏这个婆婆都忙碌。 没想到, 在她高中状元这天, 孙云儿跟表哥为了刺激, 还特意优惠, 被孙家人捉奸在床。 这样的丑事怎么能遮掩? 所以薛明辰喝了好多酒, 借酒消愁。 姐姐,难道我不够好吗? 她醉眼惺忪地扯着我, 摇着我的手哼记。 我不回答, 她就一直晃, 晃得我头晕眼花, 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福眼道, 谁说的? 明辰最好了, 那我要姐姐亲亲, 她嘟起嘴, 做幼童状, 被我一巴掌拍了回去。 你给我老实一点, 我凶巴巴地威胁道。 薛明辰又是一阵委屈, 姐姐都不跟明辰好了, 我听着她的醉话, 头疼极了。 这薛明辰, 看起来衣冠楚楚, 一表人才的, 怎么喝醉了是这负德行? 懒得理她, 我正准备起身去喊人过来, 把她弄走, 却不小心被她拽住了袖子。 姐姐要去哪儿, 她双眼戒备地盯着我, 你是不是要把我送到孙云儿那里? 一提孙云儿, 我的心瞬间就软了下来。 可怜的娃, 都说人生三大幸事, 她可倒好, 洞房花竹叶直接提前变绿帽现场了。 没有, 你乖, 你听话, 姐姐去喊人, 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的, 我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 薛明辰更加躁动了起来。 她一股大力, 把我扯到了她的怀里, 酒气袭来, 熏得我也跟着头晕眼花了起来。 我…… 不, 她像个偷到糖吃的熊孩子一样大笑起来。 我今晚就要睡在姐姐这里, 她死死摁住我, 让我没办法动弹, 我又是挣扎又是踢腿, 踢用没有, 反倒是累得我气喘吁吁的, 眼看外头天都要亮了。 薛明辰用胳膊捆住我, 大眼睛忽善忽善地, 没有半点睡意。 对峙了接近一晚上,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 薛明辰浑身上下皱皱巴巴的, 一脸神清气爽, 无所畏惧地从我房内走了出去。 王氏没有半点愁苦的感觉。 反倒继续操持接下来的婚事, 让我觉得昨晚上的一切都是错觉。 我有心去打听一番, 又怕被人不喜。 薛家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甚至还有人特意上门来量尺寸做衣服。 他成亲, 我量什么尺寸啊? 我不解地问道。 王氏皮笑肉, 不笑强忍着牙痛似的解释道, 全府上下都要量, 上到丫鬟下到洒扫的婆子都要穿新衣, 明臣嘱咐的, 我狐疑地看着忙碌不堪的王氏, 搞不懂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这得花多少银子啊? 薛家可真是不把银子当银子花。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薛明臣为了救三皇子, 被刺客刺伤, 生死不知, 王氏立马吓晕了。 我也跟着腿软起来, 浑身上下仿佛被浸在寒冬腊月的冰窟窿里似的, 两排牙齿不断地发战。 刺客目标明显, 为的就是三皇子, 据说皇上身体不适, 有意把皇位传给三皇子。 没想到, 明臣竟然能舍身取义, 薛老爷说到这里也不免眼面痛哭起来。 唯一的儿子为了救皇子, 如今被抬进了宫里医治, 谁都见不到他。 正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刻, 宫里来人了。 薛明臣受伤太重, 希望能有个熟悉他的丫鬟仆仆人跟着去伺候医二。 王氏落黄着脸, 挣扎着要亲自去照顾儿子, 爬了半天却爬不起来, 就他这个状态, 别说伺候儿子了, 恐怕去了先得让太医来医他。 而这个时候, 我反而出奇地冷静。 我去, 我对着王氏说道, 只有我去才最合适, 王氏抱着我, 嚎啕大哭起来。 皇宫内院宫归森严, 一进去就有可能面临生死危机, 而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只知道, 那个人需要我, 那个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大的人, 需要我。 进了宫, 我顾不上看宫里的景色, 一心扑在了薛明尘身上。 一处殿内, 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药香。 这种味道, 几乎伴随了薛明尘很长一段时间。 内心的惶恐越来越强烈, 我双手冰凉, 浸出了一手心的汗。 硕大的床上, 躺着的人正是薛明尘。 我跟着工人对着另一侧的三皇子行礼, 三皇子很和善, 一直在催促太医院的人赶紧救人。 那担忧焦虑的样子, 不似作为。 我跟着忙忙碌碌, 一会儿帮他擦汗, 一会儿帮他喂水。 唯有他胸口的那道伤, 我不敢去看, 生怕自己会忍不住落了泪下来。 这里是皇宫, 最忌讳眼泪。 三皇子见我勤勤恳恳地照顾, 便多问了一句, 你可是薛家的, 我冷不丁被问了一句, 心中一颤, 赶紧应试。 不料三皇子又问, 叫什么名字, 我思存片刻, 道, 轻, 身为下人是不能有幸的, 我生怕惹了忌讳, 索性引去了姓氏。 好在三皇子不再追问什么, 我这才松了口气。 斗着手, 我又一次用沾了水温热的帕子, 擦了擦薛明辰脸上的冷汗。 你不能死, 薛明辰你听到了吗? 我七年前把你冲洗冲好了, 总不能再看着你死一次, 我无声地控诉着, 而床上的那个人, 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小时候薛明辰曾经非常顽劣, 结结实实地捉弄了我一段时日, 后来也不知道是被我打服了, 还是不想再捉弄我了, 他便开始缠着我, 问我在村子里的事, 村子里能有什么趣事? 不过是人朝黄土背朝天, 每天琢磨着下一顿吃什么罢了。 倒是在说到我捉区区的时候, 他来了几分兴趣, 因着跟我回了乡下一趟, 虽然捉了区区, 却没察觉到有什么艰难的。 我便告诉他, 那最好的区区往往在深山老林里, 你得趴在草丛里找, 有时难免会遇到蛇虫鼠蚁。 尤其是蛇, 原先我一根蛇对上, 往往会下个半死, 后来习惯了, 用木棍挑开就是, 全当看不见。 累是累的, 为了捉区区, 我手心都磨破了皮。 小小的薛明辰窝在被窝里, 看着我伸出胳膊, 露出手心上还未削下去的疤痕。 看, 这里原先可疼了, 磨破了后, 又露出里面的嫩肉, 碰一下就火辣辣地疼,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家境优越的小少爷, 怎么能懂这人间疾苦? 我以为他不懂, 却发现他省了月历银子给我。 诺, 这些给你, 以后别捉区区了, 手在受伤, 就没办法打我了, 他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我一把把他拽了过来, 眼泪打湿了他的发顶。 后来家里的私塾已经教不了他了, 薛老爷给他找了学堂, 薛明辰就能来回出府。 偶尔见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总要带回来给我。 什么木雕的小人, 面捏的钟馗, 堂坐的兔子。 起初他给我带的都是小玩意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些小玩意儿里偶尔会夹杂着一枚簪子, 一副尔当。 我怕急了, 一股脑儿地把那些东西都锁进了箱子里。 结果他开始光明正大地趁我生辰之时送礼。 镯子、 胭脂、 水粉, 全是女儿家用的东西。 第一枚玉镯就是他送我的。 姐姐手腕纤细, 戴这对翠绿的镯子, 果然称得肌肤雪白, 他这话越说越不着调, 我干脆把镯子摘了下来, 再也不敢戴上。 薛明辰眼神灰暗, 他低着头, 搭拉着肩膀走了。 他那么伤心, 我却不敢回应他什么。 不仅仅是门不当户不对, 还有我们这五年的差距。 我怕他只是少年心性, 往后一旦遇上了真正喜欢的人, 就会后悔。 我不想让他后悔, 也不想让他为难。 可我, 终究还是动了心。 薛明辰, 只要你能好起来, 我答应你任何事, 我扑在他的身边, 强忍住哭声。 薛明辰好不容易醒了过来, 他一看到了我, 双眼顿时绽放出一抹喜色。 星光点点, 如同坠入凡间的星河。 姐姐, 怎么在这里, 他憔悴的样子让我心疼, 好不容易采养出来的肉, 不过几天就折腾没了。 你省些力气少说话, 我讲给你听就是, 薛明辰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太医对他的恢复能力感到满意, 并且表示在吃几副药, 人就能下地了。 我高兴极了, 赶紧跟着太医出去煎药了。 薛明辰在身后撕了一声, 我又掉头跑回来, 兢兢业业地叮嘱道, 别乱动。 我很快就回来, 一日不见姐姐, 我想念得紧, 这样的话他也好意思说出口, 我骚红了脸, 这次是果断跟着太医走了, 再也不肯看他一眼。 等薛明辰好不容易能下地了, 我本以为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宫内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大皇子带人逼宫, 三皇子为保护皇上身负重伤。 而薛明辰手上提了一把利刃, 不顾劝阻就冲了出去。 走之前, 他还不忘叮嘱我, 让我好好待在这里, 哪儿也不许去。 我怕死了, 跟一群小宫女小太奸挤在一起瑟瑟发抖。 外头是冰刃相间的声音, 还有不断的厮杀声。 近在耳边, 令人胆战心惊。 宫外的女眷也被捉了进来, 听说杀了一些反抗最激烈的。 我在心中暗暗祈祷, 希望薛家, 希望王氏和老夫人都能平安。 一场争斗一直持续到夜晚, 反贼现在只顾着在前头厮杀, 仿佛忘了我们这里, 只是断断续续的打斗声, 还是会传来, 弄得人心惶惶。 还有胆小的宫女晕了过去。 大家哭得哭, 傻得傻, 却没有人敢大声喧哗, 生怕把反贼引来。 是夜, 突然下起了小雨, 雨水冲摔了外头的血腥气息, 浓厚而又令人作呕。 打斗声渐渐小了, 我壮着胆子偷偷趴在窗户边向外看去, 却什么也看不到。 又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响起, 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姐姐, 你在哪儿, 这声音莫名熟悉? 我再仔细一听, 怎么那么像大宝的声音? 果然, 外头的人一进来就点燃了火把, 打头那个一脸血污的果然是大宝。 我一见了亲人, 立马扑过去痛哭起来。 不等我哭够了, 大宝又对我说道, 赶紧走, 薛明辰让我把你先送出宫。 晚了怕有变故, 听了他的话, 我更害怕了。 他呢? 他在哪里? 大宝拖着我头也不回地道, 你管他呢? 赶紧出宫, 那你呢? 你怎么进的宫? 我一肚子疑问, 可大宝却没有跟我解释什么。 你先别管那么多, 薛明辰有的是办法, 我先把你送回家。 外头乱得很, 外头果然很乱, 尸体躺了一地, 还有没死透的人在哀嚎着。 大宝骑着匹马把我送回了薛家, 薛家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个死人, 就连大门上也有打斗过的痕迹, 想来薛家也不好过。 大宝拖着我进了薛家, 安全把我送到了薛夫人手上后, 这才掉转码头往皇宫方向跑去了。 大宝, 我在他身后奋力呼喊, 却看不到他的身影, 夜色中只能听到马蹄声声。 我爱的人和我的亲人都在那深不见底的宫中, 我如何能不怕? 薛夫人安顿好老太爷和老夫人后, 握着我冰凉的手, 劝卫道, 好孩子, 你信咱家男人的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王室这回反倒异常冷静, 他的发丝凌乱, 脸上沾染了不少脏污, 只精神还好, 想来这一夜也没被少折腾。 你那公爹跟明晨不会轻易死的, 他们也俩儿, 命硬着呢, 慌乱之下, 我甚至连王室突然更改的称呼都没听出来。 我只知道, 薛明晨身子还未好权, 这下又要经历公辩, 他如何能撑得住? 而我的担忧也成了真。 薛明晨果然旧伤为好又添心伤, 这回被老老实实地抬了回来, 就连太医也说, 听天命, 尽人事。 我总觉得一切太过荒唐, 明明他才跟我笑着说, 想回家吃, 我做得酥烙, 我为了他学会了这道点心后, 他再也不肯吃别人做的了。 明明, 差一点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捂着脸, 泪水顺着指缝点点滴滴地砸在了地上, 汇集成了一小滩的水渍。 薛老爷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几岁, 满脸风霜, 浑身上下全是血污。 他没有去唤喜, 而是握着儿子的手, 不住口地呼唤着。 院子里跪满了人, 皇上圣遇以下, 风薛老爷薛辉永一侯, 薛明辰为世子。 而这风赏, 分明是薛明辰正回来的。 我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男人, 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远离我的身边。 我摸不着, 也捉不住, 只是整个人浑浑噩噩地走在薛府, 每一寸都有我们走过的痕迹。 当年, 我就是在这湖边, 差点被薛明辰推进湖里, 也是在这里, 我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顿。 我抖着手, 抚摸白玉栏杆上被薛明辰调皮砸坏的痕迹, 怎么一切都变了呢? 一时之间, 透彻心扉的寒意笼罩了过来。 我控制不住地颤抖, 不住地咳嗽, 一直到, 咳出了一大滩的鲜血, 洒在了雪白雪白的栏杆上, 刺目地红, 一如当初那套红宝石项链。 眼前一黑, 我就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昏暗当中。 大夫说, 我是爱莫大于心死, 忧伤过度导致的心火上升。 那口血如果不吐出来, 才是大问题呢? 我没时间管我自己好不好, 我拉着大夫问他, 薛明辰什么时候能醒来, 还有救吗? 那糊涂大夫不知道是从哪里请来的, 他摸着胡子说道, 不一定, 也说不好, 可能三五天, 也可能七八天, 运气不好, 十天半个月也有可能的, 我见他说话太不着调, 干脆把他打了出去。 薛家又把三德山上的道士请了下来,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老道士穿着紫袍, 看起来高深莫测, 胖脸上写满了自信, 又是算, 又是做法, 老道士在薛明辰身边燃了一盏长明灯, 若灯灭, 人则死, 而这盏灯, 最多能维持一天一夜的时间。 老道士说, 要找到心甘情愿给薛明辰冲喜的人, 不能掺杂任何私心。 王氏扯着嗓子嚎哭起来, 赶紧打发人去了孙家, 让他们把孙云儿嫁过来冲喜, 结果得到的是退婚通知。 话里话外是孙云儿已经跟表哥私定终身了, 气得王氏撸起袖子要去跟孙家打一场, 好在薛老爷李志还在。 夫人莫及, 那孙家自由我去收拾, 咱们还是赶紧找人吧。 贴不告, 撒银子, 只要能找到人, 一片慌乱中, 我看着那忽明忽灭的灯, 不知怎么突然就不怕了。 我只要他活着, 活着就好。 别找了, 我来嫁, 忙碌的身影全部停止, 王氏和薛老爷不可置信地看了过来。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 仿佛我说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 这一回, 我没有慌乱。 我说, 我来嫁, 我来给薛明辰冲喜, 让我嫁, 我只要他活着, 声音质地有声, 不容任何人质疑。 长明灯颤了一颤, 火苗蹭的一下油弱变大, 不过瞬息之间的变化, 老倒是撵着胡子呵呵笑。 王氏这次是心甘情愿地 给我跪了下来。 好孩子, 娘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她哭倒在我腿边, 我把她扶了起来, 情真意切地说道, 若你以后不喜欢我, 哪怕把我羞了, 这一回我也要嫁她。 王氏哭着摇头, 眼皮子都肿了。 不会, 娘再也不会嫌弃你了。 薛府, 到处都是喜气洋洋, 一片鲜艳的红, 冲淡了些许药草的味道。 明明是喜庆的日子, 每个人的脸上 却挂满了哀伤。 一如七年前, 我被抬进薛府冲洗的时候, 一晃眼, 七年过去了, 当初的嫁衣, 我已经穿不进去了。 王氏早就背好了, 一针一线, 格外精美, 完全不像临时买来凑合的。 我顾不上研究喜福的花样, 盖上盖头后, 就被人抬了出去。 自削府出, 自削府入, 依旧是没有新郎官的一天。 我坐在花轿里, 被教夫抬着绕了京城一大圈。 路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他们指着点点, 不知又在说些什么。 我心中满是焦急, 只想着薛明晨能赶紧好起来, 也不枉费我七年间嫁他两次。 快到薛府的时候, 不知为何前头竟响起了一阵嘈杂声。 熙熙攘攘的人群, 以及欢天喜地的鼓乐声交织在一起。 我掀开盖头, 悄悄地从花轿的窗口看了出去。 这一眼, 差点把我气死。 只见大宝拖着二宝, 横在薛家大门前, 手中握着一杆红鹰枪, 阻拦着花轿进门。 薛明晨, 别装死, 赶紧滚出来。 小爷不同意这门亲事, 所以要来抢亲, 我的天老爷, 哪有新娘兄弟抢亲的? 好歹也得是新娘子的情人啊。 你这算哪门子的抢亲? 更何况, 现在什么时候了? 你闹什么? 我刚要开口, 阻止大宝继续闹下去, 却见薛家大门口站着一身鲜红喜福的薛明晨。 他除了脸色略有苍白以外, 人竟然能稳稳地站住, 看来三德山上的老道士果然有两把刷子。 你是我小舅子, 我不跟你计较, 今日是我大婚之日, 你拦什么拦, 薛明晨嘴角擒着一抹笑, 他人还虚着, 那笑看起来就憔悴了许多。 他一直守扶着门口粗大的柱子, 说多了话, 人也微微有些气喘。 当年你半死不活, 把我姐姐取禁门冲喜, 这几年连个名分都不给他, 生生拖着他。 我娘在姐姐这个岁数的时候, 二宝都揣肚子里了, 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说什么也不可能让姐姐再寄你薛家受苦, 我跟二宝会养他一辈子, 大宝年少, 二宝年幼, 兄弟二人却毫不畏惧, 只因为小时他们没有能力阻止我嫁进薛家。 薛明晨亮呛着走下了台阶, 一步一步, 步伐坚定不移, 大宝的枪滑在了身前的地面上, 一分为二, 隔绝了薛明晨再前进的步伐。 你以为, 凭你跟二宝两个能抢得了他, 薛明晨冷笑出声, 一把钻住了大宝的枪头。 红鹰飘荡, 大宝二宝跟薛明晨对峙着。 凭我, 如今是五状元, 大宝身形微动, 薛明晨毕竟是伤患。 枪头在他的手心滑破了一层, 有血滴滴答答落在了地面上。 就凭我靠自己能照顾得了姐姐, 他对着薛明晨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休想再逼迫我姐姐, 薛明晨没有理会手心的伤, 而是抬起头来微笑着说道, 倘若是他心甘情愿呢, 大宝神情紧张地回过头来, 远远地, 我从花轿跌落出来, 口中惊呼, 大宝二宝放手。 他还伤着薛明晨冲着大宝灿然一笑,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小丝的身上。 你这辈子, 只能做我薛明晨的小舅子, 大宝二宝, 一步一驱跟在我屁股后头, 仗红了脸, 跟在薛家门口要抢亲的时候, 完全是两副面孔。 姐姐, 二宝先扛不住, 出声道, 闭嘴, 我瞪了他一眼, 二宝撇撇嘴, 差点哭出来, 出息了呀, 知道抢亲了。 孟大宝, 你现如今可厉害, 可威风了, 都是武状元了, 还能带着弟弟胡作非为了是吧? 我身上还穿着嫁衣, 眼看薛明晨晕了, 顾不得还要行礼, 赶紧把他先送进洗房。 大夫忙着把脉, 王室忙着抹泪, 只有我, 揪着弟弟们的耳朵骂人。 大宝二宝两个低着头, 不敢吭声。 没多大会儿, 床上的薛明晨睁开了眼睛, 此刻正挣扎着要起来。 轻而莫在训斥他们, 薛明晨撑着身子, 嗓音嘶哑, 是我, 没本事。 没能力护住你, 大宝二宝担心姐姐, 也是对的, 要怪, 就怪我, 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眼角沾染上细碎的泪痕, 看得我心头又是一软。 恶狠狠地瞪了大宝二宝, 两人一眼, 我赶紧给他顺了顺后背, 莫再给这两个臭小子找借口了。 你身子要紧, 薛明晨气喘吁吁地止住了咳嗽, 他皱着眉头, 虚弱地说道, 可, 这冲喜, 我急忙安慰道, 你放心, 是我心甘情愿, 倘若你身子好利索了想要修了我, 我也别无二话, 大宝二宝, 不甘心地同时开口, 姐姐, 你这又是何苦? 是啊, 轻, 这么好, 我怎么舍得羞气于你, 薛明晨已靠在我的肩膀上, 一脸虚弱, 往后, 我就指望轻儿了, 我连连点头, 完全没有一脚踏进火坑的自觉, 你放心, 我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大宝二宝被我骂了一顿后,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跟薛明晨道了歉。 薛明晨大度地表示不跟小舅子们计较, 大宝感动得手都哆嗦了, 第二天, 外头人就开始热闹地议论着, 什么武状元抢了文状元的亲之类的谣言, 大宝含泪被踢去兵部锻炼, 从底层摸爬滚打, 每天累得像条死狗, 日常就是跟二宝两个吃饭睡觉, 骂薛明晨, 日子过得到也算充实, 春去秋来, 半年过去了, 薛明晨总算能恢复如初了, 他站在阳光下, 笑得一脸明媚, 而这半年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日夜跟我黏在一起, 就连晚上也借口身子不爽力, 要我贴身伺候着, 从起初我的别扭, 到后来几乎坦然接受, 再到后来他洗澡, 我都能面色不改地给他搓背, 就连王氏对此都见怪不怪, 甚至还一脸欣慰地期盼 我有天能给他生个孙子, 说好的冲喜呢? 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被卖了, 还帮着人家数钱呢? 事实证明, 我的直觉没有错, 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薛明晨化身为狼, 还是我亲手养大的狼, 这次冲喜, 终究还是把我自己折里头了。